Osmall Pockets 各位好 今天要介紹的是 Osmall Pockets 一個連續對焦 跟單一對焦的功能 那 Osmall Pockets這台機子呢 跟GoPro比較不一樣的是 GoPro它是 平常是屬於泛焦的 Pockets不一樣 它是會有緊身效果的 也就是說它會有近焦 跟遠焦 而在AFC的狀態下 就是連續對焦的狀態下 它是會自動幫我們去選擇 近焦跟遠焦 然後它是以螢幕的中心點 就是我們現在看到 這個黃色框框來做這個對焦 當我們把它對到後面 過個幾秒鐘 它會自動去抓到後面的焦距 我們不插手機的情況下 都是以這個模式在進行的 好 那我們現在來切換一下 假如說我們現在插上手機了 那我們把這個 我們正常是簡單模式啦 那我們把它改進到高級模式 下面的對焦模式 就是這邊可以去做選擇 我們現在從AFC去切換到AFS 它就會變成這個單一對焦的功能 也就是說所有的對焦呢 都必須靠我們用手來點擊 點擊螢幕喔 來達成對焦 那我們現在 試著 往後方去對焦 好 當我去點擊後方的這個 後方畫面的時候呢 前面的這個Pocket盒子 就會處於視焦的狀態 那我們現在的景深已經打到後面去了 那我們現在再點回來 可以看到說現在這樣子的話 就可以用手動的來控制所有景深的效果 那這個功能呢 是只有在這個高級模式下 才可以進行的 那一旦你處於這個功能的時候 我們把手機拔掉 我們的OSMO Pocket 還是會處於高級模式下 也就是說你所有的景深呢 還是要用自己的手 來做這個對焦的功能 這就是OSMO Pocket的AFC跟AFS喔 這兩個單一對焦跟連續對焦的功能上的一個差異喔 那今天的介紹就到這邊 謝謝大家